队上班! 大家,很深思香港的國家,香港很多國家,香港很多國家,香港都中了!! 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1月20日,韦小宝,陈茂波,没有听错,说联系汇率,不知道他在APEC峰会上看到这个入私坑的,杂骗徒,有没有跟他说过联系汇率的问题,美国就发表了一份报告,是关于这个联系汇率,那什么是联系汇率呢? 每个人都知道,挂美金,7.75,去到7.85,以前不是的,7.8的,接着他就有个浮动的range,联系汇率都拿来炒,顶你个废,是呀,我炒过的,炒港元,那你7.85你不买,等什么时候,是不是?药方保证,以前就会,现在不兜底了,你容易跌穿的,跌穿了还得了,是吗?药方保证,你保证两个字有事,那说回definition先,联系汇率是1983年10月17日, 在香港那里实施的,后面涌场的东西,待会再说,但是,最重要的,为什么是1983年?因为1984年,戴卓尔夫人PK,英镑都会PK? 不知道啊,但是,你就会知道,一切已经夹定了,这里不是说什么英国人的不是,只不过了,老实说,香港,他都没想过,香港这只生金蛋的我,是有这么多的人财物资,老实说,你经营了十几年,没想到搞得这么好啊,应该就没那么update咯, 即是去回这个英国朝廷里面,那些情报局做不到事了,还有些拥抱红猫派嘛,就打算给个机会,这个杀人逃夫邓小平,哎,他没事的,哇,去到天安门又吐痰又成都说没事,你带出以夫人,即是,不好意思讲一句,抵他中风的,有眼无珠,是不是? 你一看到就知道,见之不似人军了,人军就有,哎,所以生这个,咕咕癌嘛,他做得衰事多啊,anyway,那事实上,不是1984年才有中英联合声明的, 84年之前已经,啊,讲很多的方案出来,大家互有沟通啦,亦所以才会有1983年的联系汇率,联系汇率之前港元都跌的,在这里不断跌,跟随英镑跌,那你带卓尔,执政期间,即是给不到信心人咯,再搞了那些council tax,这个是他下台的其中一大劣证,那人民胜利啦,最后, 你英镑下错啦,港元又下错啦,那些输入的通胀又厉害,那时候厉害的,你太古省啊,那些楼,当时很便宜的,几十万的,五十万都不到啊,那你又知道通胀多严重,许冠杰也有唱啦,柴又加,盐又加,蠔又长是什么都加,这个呢,其实是,源自1967年了,67暴动就因为天升小轮加价,那你要控制好通胀,那他自己英国方面,都未必搞得到的时候, 那你又理解到的,再加上Win Rush那些案件,即是那些移民啊,各样,有牌他搞,那结果啦,很明显他是捨棄了这个香港的,那当然啦,也都有美国的首行啦,因为当时都还是联中抗输的政策,那但是你会见到联系汇率,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台,目的又为了1984年的铺路啊,为的,就是当你签中英联合声明的时候啊,至少都不要那么波动啊,那其实这个方案,1987年,虽然啊, 美国方面都沽售的,香港都不少得啊,87股灾,有机会套一套演啦,89年,也都出现过一次小危机,我讲股市啊,对中国来讲,当然是一个大危机啦,因为89年到今天,所有的政治矛盾都没解决,巴士阿叔啊,没解决,97年啦,啊,都有这个索罗斯在那里冲击,那些大额啊,那时候日报,你都不知道什么来的, 只是知道股市在那里跌啦,是不是啊,顾旗子,那跟着呢,就抽高水哦,夹人家息,这个是任志刚啊,经常吹嘘啊,怎样捍卫这个联系汇率各样,今时今日再改了啦,就说当时有这个中国人民币啊,就做这个定海神针那样说,很多故事的啊,他们,实情,就是干预市场,都被人罵爆的了, 无论如何,因为呢,梁八涛啊,那些啦,白富勤,炒到去正白证券,炒到去97年的时候啊,大把中资都 trapped了嘛,你怎么可以不够呢,那结果啦,他是第一次赌上这个香港的牌匾,走过去97金融风暴干预市场的,那没的,做人的东西都是看结果的而已,那结果好像稳定了一点,是不是啊,其实都不叫稳定啦,97去到03,你看看那些楼,那有一个说法就是,你既然挂住欧的时候呢,你跌不到嘛, 那个汇率,于是乎那些资产就贬值了,变了,因为你都要兑回那么多港元,你不值那么多钱的时候,就唯有资产在那里下跌,丢回转啦,90年代,你英镑呢,被索罗斯追击嘛,那时候说,但其实你英镑跌了的时候呢,又促进了英国的经济的哦,那些出口便宜了嘛,那些人又肯买啦,所以汇率这件事很难说的,你如果自由浮动的时候,那跟着再说你强还是弱,去刺激你的出口或者进口,那那今次的报告, 说回主题,是说什么的呢,就是说一下联系汇率那个由来啊,大家要知道是为了稳定中英联合声明先,肯定了这件事先,好了,美国会报告,罕有啊,因为是直接报告来的嘛,之前都只不过是有那些基金,2022年啊,包括有这个,Kio Base, 比尔克曼,尤其是比尔克曼呢,就有小巴菲特之称的,投资非常进取,就用了,就是买POOT啦,我们叫,就买了那些看淡港元的POOT,那他应该都是,强方保证的时候买的,书极有限,喂的,啊,赚了一大笔钱嘛,想着,现在加息的环境就未必肯做了,是不是? 一年间加了多少息啊,那结果啦,都是输钱,因为那个期权呢,你现在见到那个联会的冲击啊,不是想象中那么大嘛,to be honest哦,那你去到7.85又回回头,最近再强了一些,啊,7.8,不知是不是有些憧憬啊,就是拜集会嘛,奸夫淫妇,淋老入花虫,那但是呢,怎样都有一些人是相信的,那他信他的,我们做我们的事,那那时候不是一些正式的政治报告来的咯,就主不过, 这个呢,是那些基金,在那里讲基率的问题,喂,你好像不太守得住啊,那这个是投机方面的赌博啊,他都是讲经济数据,说你怎样衰退啊,复苏不似预期啊,就是有很多的factor,但是这个是possibility来的,可能啊,有可能,就是有不可能啊,但是美国国会,啊,讲紧的,去庆理的了啊,就直接讲一个政府里面的风险,人家的情报机关,不好意思啦,一定被Fundhouse大, 美国国会核下的美中经济安全审查会,USCC,啊,又来啦,很强硬的,啊,11月14号时候发表年度报告,就讲到,港元受威胁,Hong Kong dollar under duress,这个字呢,受到威胁,但是这个威胁,啊,他又不用threat这个字的哦,他用duress,duress的意思就是有些不可抗力啊,现在鬼佬都会用啊,不可抗力,就是你都不想的,那样,为什么不想呢,一直以来就是7.75对7.85,一美金对7.75, 那样的港元,那他就在那里讲的哦,就是等于数苹果广告那样的,由2022年5月,去到2023年6月期间,联系汇率触动,这个药方保证啊,就是你要付钱进去,什么金管局大手接沽盘那些呢,大家如果记得报纸有说,只要给美金,人家去捍迷住个港元,人家要买你港元的时候,不一定的,就是他可以勾拿啊,各样换队的嘛,但是总之最后啊,你金管局都是要付钱人, 给外资各样啊,人家给你港元,你就要给外资人,那结果,受制于这个港元供求关系,你就会见到银行体系结余呢,不断下降,没有人买你的港元,就给港元你麻烦,顺手啊,给外资人,那无怪乎可能啊,有时,会见到有些外资呢,脉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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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不合适脉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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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脉� 会不会影响监管质素的 那是嘛,自物斗窮人 这个是fair price来的,但都不应该 无端端去买办公室 让人家又可以走资了 他拿了钱就走了 现在糖水滚糖鱼 泰古可能都说,可以多少投资你香港各样 但我们要卖这些物业 就是他现在为来 挺有趣的,泰古地产表示 次次交易的净收益 就会支持集团未来的营运 包括了,集团的 港币一千亿元投资计划等等 意思是什么?他不放新钱进来 糖水滚糖鱼 但是证监动用到这笔 我们叫棺材本,走过去接 都难为他们的了 但是,又要说一句 如果是这样,你小心点 帝市经常说些什么 金融市场,说credibility 现在我觉得他又没什么 不用别人外国报告说的 不过,李兆波今次说的东西 我是认同的,中文大学那个 商学院研究,以前是在理工做的 不过,百大就降格 现在,共产大学,共产毕业生 一边降格,一边升格 那他算升了还是降了呢? 不清楚了,我们先针对事情 不要针对个人先 有个波字那些都讲钱的,是不是? 以免你个儿子都要叫波,好吗? 博一波,看看你姓什么 姓你的,你一波,你二波,你三波 女的,难改些 不过,女孩子名字很少用波字 反博我,Anyway,李兆波就说了 联系汇率呢,暂时就不会受影响的 我都觉得是短期不会 不过,一旦香港财政状况恶化了 市场又暢淡 那港府就需要更多的储备呢,去捍卫联系汇率 香港财政恶化了,恶化成什么呢? 对联系汇率暢淡啊,有人 哪个机构先? 美国政府啊,现在是吧? 那港府需要更多的外汇储备,去捍卫联系汇率 现在够不够啊? 那未来要更多,又够不够啊? 所以他又说,这个是长远打击香港 投资市场,总之你不要唱我了 金融上市啊,我们叫 不如拿香港的时辰八字去看下联系脱不脱勾 好了,是吧? 我觉得这单新闻呢,比起之前那单新闻 是没有那么有威力的,那单新闻是什么呢? 就是养老基金六百八十亿,管住七千亿的那里 但是现在讲的里面其中六百八十亿,在亚太区的部分呢 就不会投放于中国和香港的股市 其实这件事已经讲给你听 备知則吉,也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讲的东西 备知則吉,有钱啊,又算赚到啊,会升啊,我都不买你啊 却知道你恒指上五万点啊,是不是这么说的? 诶,可能的,你买了下去,恒指上五万点,你有五亿港币 诶,我跟你说五亿港币,够买一个面包,那怎么办? 你外资企业都会计这条数的嘛 那这份报告里面呢,它是这么写的 中国目前啦,有这个内部和外部严峻的挑战啊, 但是见到就是中共政府似乎没有什么考虑过改变啊,至少金融上 什么人会买港币呢?大家现在呢,出人工各样啊,本身就有港币的嘛 你GDP那条数就是C加I加G加X-M 那意思就是整个国民生产总值呢,包括你个人的消费啦,政府的开支啦,投资的事项啦,以及你的净出口额啦 为什么净出口额啊?它会扣减了一些入口的,那到最后就看一下你到底是生产,还是输入啦 净出口,香港是一个非常大的入口角来的喔,因为很多的天然资源都要靠其他啊,所以如果你计这道呢,就很难 那但是香港有一个支柱可以帮他赚到外汇的,那个就是专业服务 而专业服务就包括可能医疗啦,上市啊,尤其是金融那里赚很多钱的,以前金融啊尤其是 就是你那些企业来香港上市集资啦,全世界的投资者都买下你啦,包括美国那些养老基金啦 是那一笔钱,啊,为之香港正出口的组成部分,研究数据的人呢,会讲到你听,大部分香港的钱是怎样来的 那这次又例喔,七百多页报告喔,那他又盘点了啦,给了数据 你强的你就不用接触这个药方保证这么多次啦,成四十次一年间 所以你见到他一亿疲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份报告即将要出笼啊,有人通风报信 所以最近联会才强一些,你不好样的嘛,是不是?病毁那样的款,东亚病夫 所以最近找些人民币来撑下,那结果人家见你这么弱,那就宁愿买美金啦,美金还有一大的好处喔,息口高点的大家知不知? 那些港元不给息你喔,够胆死,瘋的,但不关我事,因为我港元和美金呢,不好意思都没有啊 还有他计了总数,金管局买入这个港元,涉资是2890亿,银行总结如6月时候已经跌到450亿港元 亦都是08年全球金融海啸以来的最低水平,即是现在比金融海啸差的啦,你那个财政状况 那我觉得没人会质疑的,08年的金融状况比现在好,哼,那那时候核子寒冬,那现在是什么? 栗子寒冬,炒栗子,好吃啊,炒栗子 同时报告又指出啦,这些中国问题来的喔,挺有趣,干嘛会辣香港的呢? 不过,大家又不说不知喔,人民币都是挂美金的,其实没有啦,那些美国佬东西挂来有什么好啊 Anyway,他就说庞大而且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即是你借了很多债,香港就少的,那些债务负担是中国多的而已 青年失业率飘升,那香港都有喔,新兴领域的劳动力缺口巨大,怪不得要人生小孩啊 房地产和基建行业疲丸,香港是呀,房地产,恶意沽售你不来的嘛,郑硬孔 那就沽倒了个市咯,现在,松辣椒都没用,你郑硬孔不做事啦 施永青又跑出来唱淡啦,搞到个市被人堆倒了,天灭中共,全党市清江 那你没房子起,那些发展商不肯投地的,那就基建行业疲丸咯 碧桂圆,恒大是吧? 于是乎内需不足,这些人没钱花,以前呢,你陈柳呢,六百万升到八百万,你以为自己多了两百万的嘛 其实你陈柳都要住的,那但是,你又疏爽点的了喔,洗钱各样,对,会有八百万的那样款 其实很多按揭来的可能,那但是人的心理始终觉得呢,陈柳在升着 那我就指出啦,这样做,是严重削弱了中共的长期竞争力,还有社会凝聚力 咦,是不是就是会乱呢?我是完全不同意这点的,王岐山都有说啦 中国人食草可以活一年,有这么强横的生命力啊 就好像哈密斯里面而已,那些巴勒斯坦文,你无论怎样租责他们 他们都仍然是会,那些叫斯德哥尔摩后勤症,去推举这个领袖 就是例如啦,哎,你不需要换的,你做好少少可以的啦,这样 总之他有改善,那些人都给一只手指攻的,这些就叫斯德哥尔摩后勤 没有读初字啊,是斯德哥尔摩后勤,那些就是斯德哥尔摩后勤症的那些后勤 做的是萧河的工作,去养活了这只肥大的魔兽,你对他没有要求嘛 那他就不需要符合你的要求啦,那这次是挺特别的,因为过往呢,这样都好些 我们就不要讲政治啦,经常讲政治,人权各样,这次挺特别的,不讲人权啦,讲联系汇率 报告就说啦,香港方面呢,尤其是司法,司法大事啦,你那些上市集资啊 专业服务啊,好靠你那个jurisdiction里面的justice的嘛,就是好像新拜伦那样,无端端赢到你的new balance的 国安法入罪是可以100%的,原告可以变被告的,斥夫人啊,那这些人都会跟你,在美国国会那里反映的嘛 那都可以,什么不行啊,这些就叫power啦,食神啊,所以你进来的时候呢,你就预料没了这些钱的啦 那除非那间公司呢,例如苹果,Tim Cork那些呢,或者Tesla那些呢,一早,他们的目标就是令到自己没了这些钱 很难讲的,有些人,他那个mission不同的嘛,不过就骗股东啦,说要创富,其实他们是为了变穷,大家误会了他们的初心 左手,右手,两手,掩住胸口,拥挤,拥挤,拥挤,任何人啊,错心 报告就直指了,美国商界啊,游客等等,是啊,有旅游警示的哈 以及,学指,不要这么说啦,中国最近才招请美国青年啊,邀请他们走过来中国那里读书各样 你不读不行啊,读完不准走啊,就不可以再信赖香港的法律制度,执法部门等等 甚至啊,质疑香港法庭呢,公平处理商业法律争的能力 留意是商业争议啊,现在人家不跟你讲政治啊,讲商业啊,知不知啊 例如,哎,肥佬礼哦,这次是,这个是一个政治人物,不过他都有商业的嘛 不过人家不讲政治那一部分的,现在是讲商业那一部分了 因为壹传媒啊,人家那些私人资产来的嘛 哇,你国安法充公了,人家都有的,冻结了人家都有的 升火基金,啊,你汇丰,哇,狗同这个香港政府走过去冻结人家都可以的哦 612了,给你山安八做都可以的哦 哎,香港人的钱不是只有我的钱,对吧 但人家报告就说了,你含有司法偏见啊 那还有一样东西最重要最重要,制裁他啦,讲那么多东西 就是英国国外公民啊,简称BNO啊,那些香港人呢 就未能够提取回自己强积金的那个问题 你好快点啊,给回强积金我啊,跟你讲 有没有搞错才行的啊,写到明的嘛 人家,啊,如果是永久性离开香港,我都不踏足的啦 除非某些事发生啦,那的时候啊,永久性离开的啦 有了证明的啦,各样的啦,是不是 哦,山安八做说什么,我们不承认BNO,我管你承不承认 人家走了就走了的啦,已经不在那个居所的啦 既然如是有了证明,地址证明,哦,他反而拿来不给消费券你都行的啊 那所以我经常都说,你就当跌钱给黑衣咯,都没办法的 黑衣没钱的时候又怎样呢,乱按来咯 诶,那结果,你有20个人啊,那时候那些BNO啊啦 还不说到那些呢,我都是 那他们就信了Hello Hong Kong,Happy Hong Kong,以为很happy的啊 还有他们早前呢,好像说,透过这个地产代理啊,保险经纪 那个保险经纪,就成功提取了这个强积金的了啊 竟然回去自投罗网,哎,现在惨了,整个移民计划租央啊 我和他们计过的啦,又要酒店钱,又要机票钱,跟着食宿 然后你被人拘押的时候呢,那你又要租订房住啦 那还有最重要,最大获的一样东西就是啊 一个英国籍呢,值几千万的嘛,以前要几千万的,移民很困难的 你现在回到去没有的啦,已经过了180日期限了 那他全,哇,全家人啊,是啊,那整世的了啊 会不会令那些人移民却保,傻了啊 会令那些人移民更加谨慎小心啦,哪会有这么大意的啊,是不是 叫了你很多次的了,没有听本台节目啊 都不用我说啦,人家那些都说啦 有眼有耳的人,有眼看得见,有耳听得到嘛 不用人说的啊,这些 报告就形容啦,完全同意这点 有关做法就令到香港呢,里面相关的BNOR 难以在英国开展新生活 变相就是香港政府对相关人士的惩罚手段 真是啊,如果你给强积金我,你说我会怎么 即是那些钱啊,我当然是将它对回英镑拿走的啦,还留在这里啊 那但是同时间啦,有些人呢,你不给我啊,喜有此理,这样啊,火遮眼啊,在那儿堵地啊 那于是乎啦,听闻啦,有些车爆了信用卡走过去英国,没有引渡条例的嘛 那有些呢,就可能,哎,总之什么personal loan都借回你 跟着远走高飞一去不回头啪啪啰邮啊 很多种做法,当对冲这个强积金而已 那真正的强积金对冲啊,这些是吧 Hedging of NPF, Mother Pension 嘿,好了,不说了,Fantastic,行不行? 那但是大家无需担心啊 就是联系汇率如果呢,脱了欧的时候各样呢 那以前南美啊,对美金那里不行 那又有南美那些金融危机啊 但是内地教授已经找到解决方法了 你脱欧美元是不怕的,因为为什么啊? 那,这里,内地教授就畅意了 任志刚也是,还有这个雷鼎明啊,波大那个支付宝叫鸡教授 他就说了,联汇脱欧美元呢,可以改挂人民币做桥头堡 对啊,以前说九七年呢,有人闻币,那做定海神针嘛 大家不用惊怕了啊 香港啦,会明显区别于纽约伦敦 哎呀,别墅一格啊,这些叫,厉害啊 这个是定海神针之战啊 因为香港实施联系汇率40年了,被奉为本港经济的定海神针 你看看,抢夺了这个人闻币的光滑 人闻币是港元的定海神针 你没可能有两支定海神针的啊 都可以的,太平洋加印度洋 但是啦,有很多经常都说,你不如脱欧啦,不如脱欧啦 现在给你个机会吧 有内地舆认认为,香港今时今日的经济呢 你很多都跟大陆有关的嘛 都不是美国那些的啦 那你倒不如就不要跟美国那些挂欧啦 改挂人民币啦 这个是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软家,姓软的啊 他有个加字,加减个加,我常说的名字呢,调转的啊 Anyway,在第一财经那里发布啦 讲,讲指那个联系汇率,要与时并进啊 现在很落后啊 是啊,联系汇率很多年了啊,旧的了啊 可能会有折旧啊 是啊,你用电钻字这样用得多啊 你那个钻嘴都会亏的嘛 你联系汇率用了这么久都可能是这样 那还有啦,你会见到,由具体数据发现呢 香港啊,那个经济和内地挂欧呢 那个情况是大个和美国那边挂欧啊 所以啦,他由此推论 香港选择联系人民币是更为现实的一个状况 咦,什么时候实行呢 李家超你要报告的啦,如果要实行 他又在这里指出啦,你给贵息啊 联系汇率底下,你港元就要跟美金提高利率 你挂人民币就没有这个要求了嘛 9月28号港元刷息上涨去到5.81% 是16年来金融风暴以来最高最高最高的水平 那所以啦,如果你仍然维持联系汇率的话呢 给些港元资本自由流动呢 你讲讲一下联系汇率,讲什么资本自由流动啊 害怕啊 不是的,联系汇率你要容许资本自由流动 这个是金融三只脚,金融三只脚是什么呢 我们叫trilemma 你有三样东西和汇率是互相的,只能够维持其中两样 其一,你汇率方面的自由流动 其二,你资本上面的自由流动 其三,就是你自己的金融政策 你如果想有自己的金融政策 即是加息减息各样的那些 财政储备那些 你又要那个汇率维持在固定的空间里面 就好像香港现在这个状况 我只是讲汇率那部分啊 那你又需要容许那些资金自由流动的了 因为其实啊,那些资金自由进出的时候呢 进来,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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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令银行那个结余上升或者下降 而当银行不够钱洗的时候呢 你又需要透过这个加息或者减息去维持住一定数额的储备 如果不是呢,会崩溃的 那香港政府是走哪一套呢 香港政府是容许资金自由进出 即是没有外汇管制 大陆那些就叫外汇管制的 那所以如果你挂人民币呢,可想而知都会有外汇管制的 就是你一定数额,甚至乎交外国的学费都不行 不过加大陆的学费就OK了 大湾区升学,这个就是货币的威力 那香港政府沿用的就是 资金是自由进出,但它就固化了那个联系汇率 于是乎呢,你是没有一个叫做自由的经济政策的 你要看着美国头,加息或者减息各样 如果不是你不够钱抵 那这位教授就指出了,挂欧人民币就可以 令到香港宏观经济方便好一点 因为你能够自己控制到 这个就是计划经济 你控制到自己的货币政策 就不用跟着人家加息 搞到那些楼市那些人叫苦连天 是啊,供楼的支出多了很多 他就说,这样做就要解决 货币政策涉及的复杂技术问题 因为依赖联系匯利的香港 未必有能力建立一种叫做小而全 就是相对于人民币,港币很少的 但是呢,你这么少就好像不得全面性 那结果呢,他就说没有了一个叫做自主的货币体系 啊,讲到似层层的,那什么时候做呢? 另外他又推出这个白头饮了 他说任志刚都说过了,人民币国际化 那你香港即使挂人民币,国际方面 那个角色也都不会少了 所以就要检讨这个港元了 还有那个中国教授又指出,中国有金融学的 很厉害啊,如果挂勾人民币 香港就间接成为人民币的自由,讲国际讲了 啊,流通世界那样 于是乎就可以成为人民币联系汇率货币 以此为各式身份的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也就是中国特色的国际金融中心了 哇,听名字很厉害啊 还有啊,唯一一个全球,因为呢 纽约、伦敦都做不到的嘛 纽约、伦敦你不会挂勾人民币啦 又不可以成为这个 是一个人民币国际化为 纽约的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是啊,那香港很有特色啊 好啦,唱反调还是唱正调啊? 余伟文是这么说的 他就说,联系汇率呢,是香港金融的稳定之处 余伟文,金管局主席啊 之前出支票呢,出错了 搞到整家银行没有价放那个 不是,没得放工了 没价放都算了 没得放工,那天的事来的 那余伟文就说到了 我先说鲁维灵那句啦 一个论制,行之有下,行稳自远自有 既有永有,基本法所乎 行得通白得得的人心 那时候是这么说的嘛 那然后呢,正眼恐加多两句啊 去到中乱版了嘛 什么国际超级联系人 还有这个轻的动能啊 有乱及自由自及轻的嘛 现在又轻的动能啊 我以为是汽车引擎来的,牌子名 那余伟文表示了,已经行过四十年了 联汇,是香港金融的稳定支柱 无意改变 哎,你不跟北京大学啊 啊,任志刚说那些啊 任志刚可以盖他的啊 Anyway,他就说了 有很多对冲基金政客 就发表对于联汇 那个奇怪言论 国会报告来的啊 你说奇怪言论? 可能是不了解运作机制啊 哎,这个这么像林郑呢 那时候呢,周永新教授啊 搞全民退休保那时候呢 林郑就说他不了解 香港公共财政怎么运作啊 那周永新教授就在这里说了 哇,我研究了几十年啊 你说我不了解? 是啊,研究几十年都不了解不行啊 那,随便啦 总之,余伟文就说 勒联汇四十年啊 无意改变 你那些呢 是不了解我们的运作机制 运作机制是什么啊? 将香港那堆港子各样呢 就买了那些人民币债是吧 嘿,他整日啦 内地呢,很多的啦 发行那些人民币债券 都不知谁买的 发完美金债哦 想吸美金哦 那你港子就是美金的啦 所以整条清是一样的 一直拜登政府都没有表示 很明显就私伤授授啦 因为为什么呢? 奴报呢,就对人民币的嘛 人民币就对港子哦 那所以啦,你见到普京 经常都在香港那里提款的 那你制裁他就是搞什么呢? 是吧? 不过,你又要这样想的 对一般民众可能有些关系咯 要由政府出头去唱钱 你普通俄罗斯佬你唱不到的嘛 你没有那个人物啦 普京就有 打个电话给余伟文而已嘛 小余子那样 还有他又说啦 我看见到市场对联系会率很有信心 即是市场是人来的 人什么来的 巴菲特那些是市场先生的 我见到那个Market很有信心哦 怎样为之很有信心啊? 不停买港子? 但是你的结余不停跌哦 那即是怎样啊? 你见到鬼啊? 隨便啦,总之啦 他说对这些集音的反应很少啊 因为长期的嘛 有些资讯接收不流通 有些有被拜集会所蒙蔽很多的 但是都是那句啦 有能力的早日移民 没有能力的积序实力 然后移民 那大家都走了啦 有那些什么四大地产商啊? 摩根斯丹里啊? 太古地产啊? 他们自己搞定啊 到时呢 别说不提过你 被人充公了资产啊? 没有了些钱啊? 流落街头啊? 那都是这些摩根斯丹里啊? 太古地产的事 与人无由啊? 大家见到李兆基在街边乞钱那时 才是给个铜钱的啊? 但是 你说联系就联系啦 没有了啦啦 又纳了这个 习主席那边 哎! 妒忌啊! 阿某波有得去 他没得去 怎都要表达一番 他就说啦 美国通胀水平有所下降 勞工市场未显著降温 哎!那些东西啦 经济东西啦 但最重要啦 他说拜习会呢 令到中美啊 那个关系缓和 两大经济体系的元首见面沟通 对市场来说是正面信息 会是个好的开始啊 澳洲王英然啊 那个外交部长都这么说的 说是冰川融化的开始啊 加拿大又说我都要的 杜魯多啊 什么啊? 澳洲的潜水员被人震民了 哎!那些流矮来的而已 澳洲政府不理的 最重要都是中国的人民币 大把潜水员啦 这个澳洲人民的抉择来的嘛 算了阿尔巴尼 就算无视人权 和中国思商秀秀又如何 你都要等下一届呢 就算是 对不对啊? 民主机制啊嘛 那另外他解释啦 市场反应是会受很多 不同的因素影响的 哦!就是兜底 万一广资有什么事 可能受到其他因素影响 就不是他的杰鱼各样的事啊 那有些人就说啦 哎!联系汇率 可能升啊 可能跌啊 那接着怎么沽它啊 买它啊 我说不会的 一个货币呢 就是你要用的时候才会买 例如你买美股的 你要用美股的嘛 每次转都行 但是牵涉到外汇找族币的嘛 就是等于那些人旅行的时候 会唱定钱 唱定日夜那些惨啊 那些日子跌了下来的 衰啦 又说不买日本那些海产了 那些日夜就跌了 有没有人想过这件事啊? 哼!不是这么简单 还有其他事 但是这样啊 人家都说了 挂这个人民币啊 定海神针啊 但是不够啊 余伟文和他 到底你是想挂勾还是脱勾的? 那我跟大家说了 挂勾呢 就由得理的 你可以主动去挂的 脱勾由不得理的 你挂不到就挂不到的了 就是你的财政状况 别人不让你挂的 都不是给不给的问题 而是信不信的问题 你没有能力令人相信 入了来的钱是走得到的时候呢 我要由定义入手了 团细汇率说的是 一元美金 就必定 两个字 必定 换到这个7.75 7.85的港币 同样地 你给回港币 他就换得回一元美金 那万一 我给回港币 你换不回美金啊 欧佬啊 各样那些的时候 怎么办呢? 保证失效 就是这样 好!今天讲到这里